我本人是在一个重视创意的家庭里成长 亲身了解到创意对孩子的全面发展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可以提升孩子的自信心 发展更纯熟的社交技巧及学习能力 我们让孩子生活在一个必须营造创意的环境中 就连准备早餐这样简单的事 也可以花心思创造出与众不同的 我们发现让孩子参与准备的食物过程 不仅让他们展现创意 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健康的意识 上学和放学的途中 这段过程未必是单调的 就让你的小孩从大自然中吸取灵感 即使是在寻常补过的花草之夜 也可以通过创意化为艺术作品 它还能促进亲子关系呢 发挥创意需要大量的能量 因此确保孩子的饮食能够提供足够的营养素 盖子的摄取尤其重要 能够帮助孩子强化骨骼和牙齿的发育 你也可以为孩子准备全穀物 鱼 牛奶 蔬菜等 帮助维持孩子的健康成长和大脑发展 陪伴孩子睡前阅读 也是共享天伦的好时光 除了可以促进亲子互动 同时能够帮助孩子发展日后的社交和沟通能力 让孩子通过木偶和玩具来演绎故事 可以激发他们的创意并促进交流 这是一种和孩子建立更持久的关系的方式 甚至有助于迅速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